比約奧運倒數計時 中華建額積極備戰之餘 健康同樣不能忽略 尤其巴西當地盛行的茲卡病毒 更是令人聞之色變 廠哥醫療團隊特別準備兩百份防禦包 贈送給中華奧會代表團 裡頭出了防蚊液 乾洗手 還有溫度劑等 提供選手第一線的預防措施 除了茲卡病毒以外 其實流感也可能是 威脅我們代表團團員健康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我們會要求我們的團員 每天清晨就要至少一天 量一到兩次的體溫 然後我們會請他們定時 向我們醫護團隊來回報 除了防護包的基本防護 本屆代表團還動員史上最多 六名醫師 十四位防護員隨行 無時無刻監控選手的健康狀況 退賽的一個情形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做每一個選手的 自主健康管理的一個手冊 那這個部分要靠我們的醫療團隊 每一天跟著這些教練選手 來做一些防疫的一個工作 雖然離岳奧運舉辦期間 正值南半球冬天 並沒完繁殖率最低的時候 但老話一句 預防勝於治療 也希望防疫包還有醫療團隊 能讓選手無後顧之憂 專心在比賽場上的表現 關於新聞採訪報導